俄国华格纳集团创办人日前声称 弹药不足 威胁10号起将撤出乌东巴赫姆特 但他昨天又改口表示 俄军已经承诺提供足够的武器弹药 暗示华格纳可能不撤了 华格纳佣兵是否要撤出乌东巴赫姆特 故事再度出现戏剧性转折 创办人普里格金声称 俄国国防部已经承诺给足武器弹药 暗示将留在当地继续战斗 随着西方军援的武器陆续到位 外界期盼乌军春季大反攻再传捷报 但乌克兰国防部长表示 俄军拥有50万兵力 也在前线挖掘大量战壕以及防御攻势 地理和人数都占有优势 反攻结果可能会让大家失望 但乌军仍加紧练兵做好准备 乌俄交战超过一年 西方国家逐渐改变思维 华尔街日报引述欧洲官员报导 西方官员对乌军反攻寄予厚望 希望能取得战果为河潭铺路 官员还透露 美国总统拜登将向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示意 未来几个月可能适合进行谈判 欧洲领袖则希望 中国扮演关键的河潭推手 但目前双方仍持续激战 俄军声称 乌军7号出动22架无人机 准备攻击黑海舰队总部 但全数遭到拦截 乌军则指控 俄军空袭奥德萨跟赫尔松等多座城市 基辅等地区接连详起空袭警报 成为人编译